拍下歌神張學友六號晚間 搭乘私人商務包機 抵達台灣坐上保姆車 張學友那時戴著牙齒帽 口罩戴緊緊 其實這個時候 他的身體就已經相當不舒服 確定停辦六月七號到九號 三場演唱會場次 歌迷只希望歌神能夠照顧好身體 主辦單位晚間也宣布 退票及補償方案 選擇不退票的人 可以轉換為二零二五年 臺北演唱會同價位門票 也間接公布 明年還要再來臺開場 選擇退票的也有交通及住宿補償 但都需要居住在外縣市的平鎮 以及車票明細 採時之時付 住宿費補償 限七號當晚上線補償六千元 申請時間一路從十一號中午 到二十四號凌晨 有網友也說 今晚演唱會取消 賣黃牛票的成最大贏家 因為退票是退到訂單帳號 買黃牛的人虧很大 百分之百失去主辦單位 任何保障 家價也勢必拿不回來 其實這也不是張學友第一次停辦演唱會 今年三月八號到十號 在上海舉辦的三場巡迴演出 當時就因為確診新冠肺炎 選擇停辦 也有補償公告 台灣這回補償住宿費最高上看六千元 還比上海的金額更高 足足多了一倍 不少粉絲大讚張學友 處世細心右舟道 不願退票挺到底 就判歌神養好身體 2025台北繼續唱 三線新聞 最后報導